寻求历史答案,走进直播历史,大家好,欢迎收看本期节目。 提到俄罗斯,我们想到的首先就是那里的美女,因为她们符合中国的审美观,个子高,身材好,还经常脸上挂满了笑容,最主要的也像中国人一样热情大方,深得中国男士的喜爱。 而除了那里的美女,最让人流连忘返的,还要数那里美丽风景。 不过,近年来,俄罗斯当地政府在西伯利亚地区发现了一些怪现象,在无人区的地方出现了多个洞口,洞内深不见底,在夜晚的时候还会出现一些怪声。 甚至有一些民众认为,是不是有外星人落到地球上了? 因为洞穴随着时间的流逝,洞口还在不停地扩大,这引起了当地百姓的恐慌。 当地政府为此,派出了大量的地质勘测人员和考古学者,进行科研的调查。 经过几年的研究,终于找到了原因。 因为当地气温多年来一直处于低温的状态,西伯利亚的一些土壤形成了洞土。 但是近些年,因为全球气温的回升,这里的洞土也慢慢开始融化,形成了不同大小的洞口。 在融化的过程中,与空气产生摩擦,便产生了人们听到的怪声。 生态环境一直是人类面临的重大问题,而产生的原因都是由人类盲目开垦荒地,过度放牧等原因造成的。 水土流失,土壤沙漠化等等的问题。 本来我们生长的环境应该是个空气轻轻,树木茂盛的。 而现在,到处看到的是工厂,房屋等建筑。 所以,小编呼吁,从现在开始保护我们的家园。